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2020庙会南博万第五届 寿山岩亲子绘画比赛颁奖典礼 在桃园市寿山岩观音寺盛大登场 迈入第五届 吸引了全国将近8000位小朋友参加 有小朋友获得三连霸的殊龙 超厉害的 而这一场赛事也成功 让庙会文化传承下去 小朋友开心的跟着台上的香草姐姐 与贝果哥哥唱唱跳跳 寿山岩观音寺连续五年举办亲子绘画比赛 而今年特别以庙会南博万为活动主题 并邀请全国各幼儿园及国小孩童 共同参与 希望要透过彩绘让庙会文化传承下去 我们的庙会是建庙基金将近300人 是278人 是三级古今 所以说我们终于是鼓激无奈的挥动 我们之所以也要办风格比赛 是要借着风格比赛来传承来荒芽 我们不远的不惑 有传承的不惑 所以希望这个比赛 要我们这个命运的圣财来画出 我们说的一关是文化组机制 从此届时让我们的小朋友会画 民意的提升 也届时可以增加我们的亲子的关系 2020庙会No.1第五届瘦山岩亲子绘画比赛颁奖典礼 为了让活动现场更有趣 因此特别准备了排帖机 提供民众在参加颁奖典礼时使用 同时活动现场还规划所会风车DIY体验区 而参加活动的民众也直呼很好玩 很开心活动很热闹 然后小孩很喜欢这个活动 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就喜欢画画的小朋友 可以因为这样子获奖 然后增加他们自信心 而且来到颁奖现场 还有很多很好玩的 就是DIY或者是拍贴机 所以小朋友会很喜欢 然后也希望明年可以继续参加 这会让家长跟那个小朋友 有一个亲子的一个互动这样子 是觉得感觉还不错 寿山岩亲子会画比赛 已经迈入第五届 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小朋友报名参加 同时参加人数也在创新高 而其中来自南四国小六年级的谢涵云 从小学四年级就获得金牌奖的肯定 并也在今年夺得三联霸的殊荣 今年得到三联霸 很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三联霸的机会 因为三次都金牌奖 然后我还发现那个舞台 颁奖典礼的舞台后面 也有贴着大大的我的画作 让我十分高兴 这三年来让我 我画了这三年 让我更认识这个庙会 今年的寿山岩亲子绘画比赛 不仅吸引全国将近八千位的小朋友参赛 同时今年寿山岩观音室 还特别将描绘南波万的主视觉 制作成悠悠卡 并将颁奖典礼全程在北界脸书与YouTube线上直播 希望要让来参加颁奖典礼的小朋友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为了要推广客语传承 配合桃园客家文化节 推出了客戏巡演活动 日前在巴德三元公庙前 举办奇人密码 古罗布之谜客语版的电影放映会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观赏 霹雳不带戏不讲台语 反而换上了客语配音 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为了推广客语传承扎根 配合桃园客家文化节 推出客戏巡演活动 除了邀请二统剧团进行客语演出 还跟霹雳不带戏合作 制作客语版电影 并在巴德三元公庙前 举行免费的访议会 客语行演我们今年在桃园 13区都有举办 有包含了苹果剧团 一些儿童剧 还有传统剧团 传统客家大戏 那另外就是比较特殊的 像今天有办的 跟我们跟霹雳不带戏合作的 霹雳不带戏的电影版 古罗布之谜 然后我们把它转变为客语版 然后就是想说借由 这种不同族群 然后去推广客家文化 现场观众很多都是 第一次看到客语版的电影 表示很新奇也很好看 意外的跟布袋戏很契合 连小朋友都看得目不转睛 觉得这样可以免费 看电影的活动真的很棒 很好 就是有那个客家就有传承的 以前那个年代有这个客家的文化 感觉客人会办这个电影很好 你是第一次看客家画的电影 对对对 那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啊 就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啊 不要分说明年里人啊 或是客家人或是外省人 大家都是在一起嘛 对 桃园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这次制作的布袋戏电影客语版 希望借此将客语推展到 不同领域跟年龄层 也让更多喜爱布袋戏 跟客家文化的民众 在欣赏电影的同时 也能学习客语 记者来为一桃园报道 您有听说过凤凰奖吗 投入一桑行列 已经有14年的 逐围一桑分队长邱正南 因为多年前 朋友担任一桑时 在火场中身亡 因此决心要加入一桑 为社会尽一份力 而邱正南全心全力的付出 也让他获得消防界最高荣誉 凤凰奖的肯定 警铃声响起 消防队员通知全体同仁 准备出动前往事故现场救援 而主委一桑分队长邱正南 也在接获通知后 迅速抵达分队 并穿上装备跟着前往救灾 而邱正南会这么奋不顾身 全是因为朋友 在多年前遭遇的一场意外 因为有一个朋友 叫做陈曹熙 他因为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讲到一销可以做公益 然后就跟我在泡茶聊天的时候 就为了去救一张口而性质 然后我就毅然这样想说 当一销也是一种很伟大的工作 所以我就加入了 然后应该比较有记忆的 应该是回贯大楼 就尽量做到说 没有体力 不能做了 还是说这个分队这边不需要我 主委一销分队长邱正南 投入一销行列已有14年的时间 因为多年前朋友担任一销时 在火场中身亡 才决心要加入一销 为社会尽一份力 这些年邱正南也参与 八八风灾 围观金融大楼倒塌等救援任务 因此也让主委分队的分队长感到钦佩万分 获得这个凯末十分不容易 在千条万选之中选到最优秀的我们一销分队长 那我们一销分队长在这14年来的工作参与非常多的救灾 譬如说八八风灾 莫拉克八八风灾 以及围观大楼倒塌的救援 以及创意旅行社的事故现场 他都是在任何的事故现场 他都是抢第一 在第一时间能够参与救援 这对消防工作帮助非常大 那我们一销分队长 他本着热心工艺 以及无所求的付出 在协助我们消防单位的工作 在救灾时间 他都第一时间到现场 每打一次火就一个人 都是一份成就感 14年来担任主委义销分队长的邱正南 透过实际行动 不仅守护社区居民的安全 同时全心全力的奉献 也让他获得消防界最高荣誉凤凰奖 而未来邱正南也将持续在火场救援 要为社会尽一份行李 记者文君台报道 除了美术馆可以陶冶艺术气息外 还有地方大庙 许多年代久远的大庙内文物 焦纸桃跟壁画都是出自国宝级大师之手 现在就跟着镜头带您来巴德三元宫 了解庙宇的艺术秘密 是大师级的作品 今天就透过巴德三元宫 带大家来了解宫庙隐藏的艺术价值 大家可以看得到两块牌匾 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 应该是200年以上 故事是这样子的 十字巨时代 那那个刚刚好空战 那日本呢就飞机 就来这个八块错这边 就开始攻击 那突然之间 有一个大大的一块布 把那些子弹都洗起来 为了感念那个马祖显灵 然后让我们八块错这里 没有受到这个飞弹的波及 所以说特例做这个匾额 除了百年历史牌匾走出三元宫庙门 你会看到正前方有一面 超级漂亮的彩绘打卡墙 上面画的都是过去的农村生活样貌 还保留了一口老井 超级适合打卡拍照 哦有水耶 这是井水 这是百年的井水啊 而且它的水也没有浸测过 清澈 那这个广场的特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彩绘墙 它重现了我们八德 以前农村的井舍 另外呢有一个水井 这个水井真的可以用 那很多小朋友在这边打水使用 那另外这个小广场 做完之后呢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周边的一个艺文广场 每到周末的时候 都有很多艺人会在这里表演 八德三元宫会聚古典艺术民俗之美 跟现代彩绘打卡潮流 这个庙宇不只是参拜的场所 也是艺术的殿堂 庙方也即将在12月1号举办捐血活动 希望大家来庙里感受文艺气息的同时 也能做爱心捐血 那我们12月1号在庙后 那有一台的捐血车 然后呢来这个希望所有的 呃相亲长辈 因为捐血是一个 就身体的一个代谢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说这是值得鼓励 而且呢又可以做工艺 那不仅是12月1号 我们明年度 每逢农历的 呃双月初一 我们都办捐血 地方的古老大庙都是隐藏在生活当中的艺术馆 从屋檐瓦片 胶纸桃 雕刻笼柱石墙 以及精细的壁画彩绘 都能从中挖掘出民俗跟传统文化的美 还能到八德儿童美术馆参观 来趟八德地方的艺术文化之旅 记者赖尾一桃银报导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全台各地陆续出现了圣诞节的相关活动及拍照景点 其中在桃园市的近期 也飘出了浓浓的圣诞气息 八米高的雪地耶诞树 搭配雪花与音乐 也让游玩的民客直呼很漂亮 八米高的雪地耶诞树 以舞动极光为主题 在搭配各式各样的散亮装饰之下 光用看的就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国外 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全台各地也陆续出现圣诞节的相关活动及拍照景点 其中桃园市近期也飘出浓浓圣诞气息 叶诞树还蛮漂亮的 有去年我们也有来过 就是想说刚好应景 有这个节日所以带小朋友来这样子 对 前两年都有来过 今年的感觉比较白那一点 对那个毛比较多 就像这次什么台北叶诞树 感觉就是很 从云色是有白雪公主 就是以晚跟以晚差别很多 30分一到 叶诞树的上方便开始下棋白色雪花 而叶诞树搭配着雪花及优美的音乐 不仅让民众拿起手机拍照 并留下美好的回忆 同时各式各样洁白的叶诞装置艺术 也让来游玩的民众直呼很漂亮 之前去年有去过那个叶诞城 对然后就觉得没有这边的漂亮 他今天只是享受出来玩 然后就自己特别打扮这样子 刚好有来这边就来看圣诞树 我觉得蛮漂亮的 比较特色 就好像会飘雪吧 就还蛮兴起的 今年有上网看一下 有活动就来 下雪的 然后还有这个灯光秀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 耶诞节的脚步也慢慢靠近 而桃园知名百货 透过打造八米高的极光耶诞树 并从即日起 每个周末都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不仅要让民众玩个过瘾 同时12月16号至12月27号 也将有光雕秀登场表演 欢迎民众一起来嗨翻圣诞节 记者军团报道 我们观音工业区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道路 能够衔接观音工业区 大潭工业区 陶科工业区 观塘工业区 还有台电 这些道路网 来把它做好来 让来这边上班也好 货车进出也好 都会很顺利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市政部来 做一个完善的规划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 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